2014年東森新人王歌唱比賽 特別邀請到曾經跟好多位亞洲天后 包括是張惠妹 李文跟林一蓮等藝人 有過多次演唱會合作經驗的知名音樂人 兼作曲家Jenny老師來擔任音樂總監 要藉由她的專業跟專長 幫助新人王的選手們脫胎換骨 開拓更寬廣的音樂舞台 帶著2013年東森新人王16強選手 到洛杉磯著名的豪華錄音室 要求一位未清唱 洛杉磯專業音樂人Jenny老師用心良苦 把每位選手的歌唱缺點一次全部抓出來 並且一對一的給出 錢都買不到的寶貴建議 不過就怕年輕人聽了老師的實話實說後 無法接受 不管是從錄音室的設備 還是從老師的點評的專業的角度 都非常到位 讓我覺得這麼唱很舒服 這麼唱很舒服 因為她講的基本上都非常好 也是我在唱完以後我發現的 這個地方是不是要那樣一點 她後來都告訴我 不只新人王冠亞軍雙雙佩服Jony老師 深厚的音樂功力 面對16強選手各有特色的唱腔 音色與聲音特質 老師也能從與多位 亞洲天王天后的合作經驗中 很快分析出選手最適合的歌路 甚至是歌曲中的每一個字 未來的新人王如何詮釋 也嚴格要求 對歌手來講 沒有受到你關注的字 是非常寂寞的 她很可憐 我覺得這樣子是 我覺得 你只有關注到某些字 其他的字沒有被關注到 她就很可憐的 孤苦伶仃在那邊看著你 所以我覺得就是 每一個字都要顧到 努力提攜後備外 面對2014年東森信任王 許多參賽者只報名網路試唱 專業音樂素養不夠 歌唱技巧與舞台經驗 都還沒到爐火純青的階段 終於老師也適時提出 專業指導 鼓勵選手要對歌唱靈魂與技巧 拿捏到收放自如 太放是經常會碰到這樣的情況 那我覺得其實收回來不是那麼容易 那這個要慢慢一點一點的去雕塑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又剛剛我們提到 在錄音室錄歌 其實很快就可以讓他聽到 他自己的缺點 強調走音樂的路不會孤單 專業老師希望正式晉級2014年東森信任王歌唱比賽的選手 全新投入努力學習外 也鼓勵更多喜愛唱歌的觀眾 鎖定7月19日起 東森各台的新人王比賽聯播 為您心目中的新人王冠軍加油打氣 東昏新聞用志李中瑤在洛杉磯的採訪報導